那委員我們想要來請教一下說 最近在政壇上比較這個重磅的消息 當然就是彰化縣的議長 謝典玲有發布了這個退黨的聲明 不過這個退黨的聲明 他是壓在這個全代會前 也表示說他可能已經準備好 就是說準備就是要退黨了 但是這個退黨的外界就會擔心說 會不會造成所謂的骨牌 或者是破瘡效應 因為還傳出說 其實還有九名的這個 黨籍的縣市議長 可能也會陸續來做退黨 那麼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擔心說後續國民黨內 發生所謂的這個破瘡效應 大家可能是挺郭台銘的 陸續會有退黨的這個動作 希望不會發生這種事 但是黨中央應該心裡要準備 說如果萬一不幸 發生這樣的事情怎麼辦 現在對謝鼎穎議長 黨中央的處理是忍處理 那如果其他的八位 九位 如果真的像媒體講到的 還有八九位的議長 也這樣處理的話 黨中央態度是什麼 如果繼續忍處理 那會不會讓挺郭的勢力 就壯大起來了 相對會影響到侯友宜 那我覺得當今黨中央跟侯伴要認真地做了一件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侯友宜的民調一定要衝高 趕快進期內想辦法衝高 衝高的話這些聲音自然就沒有了 不通話的話他在旁邊 現在看這個像郭董在旁邊 這個一直在找這個藍營的議長 或者小雞 但是他又沒有宣布說他要參選 所以變成黨中央處理起來的話 就愛刷愛繳的 就看黨中怎麼去拿捏 到底要硬處理還是忍處理 對謝鼎林來講 已經是忍處理 但這樣的效果怎麼樣 有待觀察 不過我們可以說到說 就是侯友宜的民調 當然是一定要拉高 但是現在就有這個 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侯伴只想金普聰 當然的確最近是頻頻對黨內開炮 尤其是在藍營小雞這部分 其實已經有蠻多的小雞 都在反映說金執行長 應該要多給一點彈性空間 但現在就變成說侯友宜的民調 拉不起來狀況下 但是對內在黨內小雞 尤其是在團結這一塊 好像也出現很多的溝通問題 那這部分該如何來解決 現在看起來這些小雞們都說 我要彈性 我要彈性 可是他是國民黨提名的 我覺得金普聰的做法 沒有什麼錯 就是現在已經定一尊了 大家當然力量集中挺侯友宜 那如果你在三星兩億 說這裡票以後 那裡票以後 當然從個人角度來講 這個最好 可是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 政黨政治既然已經提名侯友宜的 你當然一定是先支持侯友宜 不能夠有三星兩億了 所以這一部分來講的話 現在侯友宜面臨到一個很尷尬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一定要把他民調充高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那另外像比如說謝鼎林 他退黨 這個就雜音了 小雞們三星兩億 就是雜音了 有雜音 你說說民調充高 雜音就沒有 可是問題是有雜音 他民調就充不高 所以這裡面是雞跟蛋 蛋跟雞的問題 今天來講 試想如果沒有郭台銘的因素 我認為侯友宜民調再加個5% 現在已經25了 再加個5%到三層 沒有太大問題 沒有太大問題 那現在就是因為國大民的因素 使得人性惶惶 人性浮動 小雞們也在浮動 議長們也在浮動 所以雜音就很多 結果他的民調就上不來 所以這個東西 就變成考驗金指引長金普通 目前的做法 我是贊成他這樣做的 因為定於一尊了 你不能有雜音 特別是有些聲量很高的人 那麼真的要優先力挺侯友宜 侯友宜民調沒有上來 後面的什麼聯盟 國民黨就崩掉了 這個東西要大家想清楚 侯友宜沒有上來 小雞們再多多厲害 這個上面是母雞 這一定有這個海嘯的效果 這非常可怕的 那其實國民黨 從這個徵召以來到現在 即便是在全代會之後 還是整個選情就是一波三折 那我想請教一下委員說 您認為這個問題 最主要的因素是什麼 是侯友宜本身真的是不夠強 還是因為郭台銘這個陳曉金 殺出來的問題 這兩個都有 這個侯友宜到目前為止 這個過去你看 他徵召之前是快到四成了 不見了 他想一下那時候為什麼有四成 現在怎麼沒有了 那當然大家會講說 因為內部不夠團結 內部有雜音 郭董現在因為他實力也夠 他又結合這議長 基本上都是這個地方的大佬 所以他有一定的實力 所以郭的力量沒有整個進來 何友宜的民調就不高 這個東西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好非常感謝委員謝謝 好那我們回頭來提到呢 其實在這一次這個 謝典林的這個 退黨之後 其實大家也討論說 到底會不會有所謂的破瘡效應 或者是骨牌效應 但其實最關鍵的 還是要把侯友宜的民調給拉高 拉高之後呢 當然黨內的雜音就會減小 而現在其實郭台銘到底要不要 獨立參選都還是一個未知數 而郭台銘的這個出現呢 其實也很大一定的程度 影響到侯友宜的整個選情 所以呢其實呢 有很多的力量 包括說剛才委員也提到 黨中央這邊應該要有所動作 來趕快整合這些力量 才能讓侯友宜的選情 能夠一路順利的繼續下去 好那以上是今天的國會大現場 我是秉鴻 你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效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效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美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選口